做烧烤里得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藤椒五花肉就非常的不错 肉质鲜鲜鲜味美肥而不利 藤椒与鲜椒经过烤制独有的味道 瞬间打开你的胃来 吃了就让你忘不了 今天脑里38秒教会里 学会了在家也能做出烧烤店的味道 首先新鲜的五花肉 把皮去掉清洗干净 顶刀切成大片 这个片的白菜薄了 切好的五花肉放入碗中 加入葱姜洋葱丝 300克的五花肉 加入8克的排骨酱 10克的真味鲜汁 五香粉加入1克 味银金粉白糖各加入4克 烧克小料加入6克 生粉加入10克 右手把所有调料抓拌均匀 使其这个五花肉完全腌制入味 接下来把葱姜洋葱丝挑出来 接下来再加入青红小米辣碎各15克 香花椒加入30克在里面 把香花椒的梗仔料只要这个粒 接下来把这个辣椒 以这个香花椒抓拌均匀的 使其每一块肉上都均匀的 沾上这个辣椒和香花椒 接下来用两个圆盖下把它穿起来 穿好之后如视频之间就可以了 穿好的五花肉上炉之后火别太大了 用中火烤制 因为是腌制好的串 不用撒其他点烤熟即可 就在五花肉里吃去把小味老毙了 想些烧烤别人的话 关注脑里就对了